蘇航街為何又要賣海尾呢? 海尾再過一些向西 是否因為三角碼頭在附近呢? 是呀,因為三角碼頭 所以為何多數是潮州人做? 苦力,他們可以捱 為何潮州人會來呢? 當然不是啦 是因為省港澳大罷工引起的 當時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這些通識香港歷史是沒有人教的 國民黨在廣州 開始鼓吹民眾運動 類似民族覺醒 有些人示威 反封建、反殖民 去到今天廣州沙面 當時沙面是一個小島 全部是所有外國領事館在那裡 沙面即是現在白天鵝賓館那裡 那旁邊 沙面的領事館裡 英軍一字排開 握槍,不讓人進來 那些人一吵 搞就搞,英軍開槍 這就叫做沙面事件 你現在查Google找到了 那沙面事件之後呢 就煙連很大了 就省港澳一起罷工 來支持我們民族自決這些東西 那當時香港那些工人 那些人真的有血性過現在 我覺得 已經窮了 都還要去罷工 結果呢 英國人就說 OK 你罷工就餓死你了 但是他們就說 喂 沒有人搬東西給你吃 你都死了 嗯 英國人就說 OK 我們就怎樣做 我們罷工就走 離開香港 英國人就說 好 我就把 九港鐵路停了 讓你無法回鄉 嗯 於是 那些人就說 OK 既然這樣 我就走路上廣州 這幾個字就是這樣來的 嗯 英國人為了要 對付這件事 英國人一向的做法就是 以而制而 什麼叫做以而制而呢 就是你本地那幫人 我就找一幫 和你們不同種族 不同地區 甚至有 語言格莫的東西 所以譬如英國統治這個印度 他們曾經發生過 那一宗叫做印度叛變 嗯 就是說 印度人有個謠傳 因為當時他們是用無塞槍的 他們是要把火藥包 用口咬開那個東西 撒下去 嗯 那麼 他們就說 有人傳說 這個火藥包 黏著那個 黏火藥包的東西 是有豬油的 嗯 就犯了那些回教人的大忌 又不吃豬的 於是搞到 結果結尾就是半變 當然了 這個就是西方人的說法 印度人現在當然是說 我們今次反對殖民地 嗯 自此之後 所以英國人呢 嗯 就開始不只是用印度人了 嗯 就起用什麼呢 石家石家石家教了 嗯 起用尼博爾了 嗯 就是我不用全靠你 嗯 所以同樣的情況 在香港呢 當時香港主要是廣東人 每個人走路上廣州 那怎麼辦 嗯 於是英國就在 汕頭 海陸峰 嗯 招募一些 因為海陸峰話和汕頭話 和廣東府話不通 是 就是來三國碼頭做土匪 嗯 因為他們新來新報 新豬獄呢 嗯 就一定聽話 嗯 就是潮州人 潮山人 來香港的其中一個主人 嗯 因為潮州人本身 他和泰國也有關係 很多人下去 不是 泰國的鄭王啊 就是為泰國打敗緬甸 不是泰國亡的國 嗯 他是潮州人來的 嗯 所以因為這樣呢 南貨就是很多東西來了 所以我們那些鮑魚海味啊 這些香 中國沒有得產的東西 嗯 來到香港 我們轉手就轉賣入大陸 所以賺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 Interpol 那時候叫做 嗯 左手加右手 賺那個水位 那就集中在那裡 蘇航街 就是這樣 哦 那裡真的鬧鬧鬧鬧 而且每條街都很專門 那些東西 是啊 是啊 所以那裡有潮州行 就是招呼那些潮州人吃東西 蘇航街的色微是何時呢 就是建了那兩個街市 哪兩個街市 即是中央市場 不是 現在那個民物保護那個 是西港城 西港城 是西港城 現在那個真 後面那塊 拆了那塊 就是文娛中心那塊 我拆了一塊 才建文娛中心 是啊 那裡是兩塊 原本 我忘記了 我只知道西港城 西港城是前面那塊 後面那塊 原本有一塊 拆了那塊 來建文娛中心 是 但是那個大很多 那個特地 就是文娛中心那裡 那裡 應該要留一些 Legacy 在那裡 明白嗎 你想想英國走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 中國式的建築 是入於保護呢 我指的是 最可惜 就是我小時候 還看到油證總局 是啊 黑蚊蚊那座東西 黑蚊蚊就是髒還是什麼 髒髒 那就沒有了 是啊 那個真的很英國式 那個不是英國式 那個不是英國式 那個應該是西班牙式 是嗎 不是啊 它很多 下面有些 有些 它那些紅白磚 那些磚是有些紅色 有些白色 那些色是很接近 今天你去西班牙那些 那些 不是不是不是 我說油證總局 不是西港城 是 我知道 油證總局是這樣的 是 無論如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整了那個 蘇寒街 花寶街 就開始色味 水黑口也開始色味 是 所以你看到 很有趣 這些就是風水的改變 令到這個地方 所以 因為這樣 我剛才說的 那個 九媽腩那裡 是 又開始 沒有那麼旺 整個中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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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的中心 一直搬到北戴街那邊 是 是 你知不知道 北戴街那條交界 你知道嗎 哪裏的交界 最早 香港殖民地 不開始 北戴街以東的地方 是不准中國人買的 那時候厲害 中國人只可以 為何我們的歷史上沒有教書 那些書沒有不教 西門自家 自和那些 不是 總之 所有的地 不給賣 去到灣仔 直到春元街 都不給賣 只不過後來 中國人賺到錢 所以中國人還買 萬邦行 萬宜大客 那些 農子行 甚至 不知道